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倫 凱桓來到電影頻道 今天要為大家跟著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稍早的時候其實有發布影片 就是衛林的獎賞即將刪除 然後其中有一些誤解的詞彙要跟大家解釋清楚的 那這邊有官方正式發布的消息 它這邊寫說在17.0版本之後 它派獎的東西會有著名有90天的期限 那那樣子的獎賞會在90天之後做刪除 所以在未來的版本中 不再有那種無限期限的獎賞 所以大家不能囤魔法石 也不能囤體力肌了 我覺得這改動是對玩家比較不好的 對 那我在前部影片有說就是 這個我也只是推測說 因為它這邊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官方的消息好了 它這邊最下面是寫說 從17.0版本開始部分獎賞 是有領取的期限 那我在那部影片也有跟大家敘述到這一塊說 那部分獎賞會不會是包含到之前的獎賞 這個大家可能要去注意一下時間 所以可能有些人誤解了我的意思 那我跟大家說聲抱歉 那現在有官方也正式在出來去 解釋這件事情了 所以大家可以更安心一點 也就是過往大家現在 背包裡面有的獎賞是 就是無期限的就是沒有期限 所以不用急著領出來 這是必須要跟大家更正的一個消息 以上就是關於今天的影片內容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卡的分析的話 別忘了按下訂閱我朋友 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的話 就會記得訂閱我的鈴鐺 那我是阿倫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